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近日 陆剧顶流男神肖战 在央视2024弯曲声明月电影音乐晚会上的精彩表演 再次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 他演唱的一曲往事 随风不仅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更是在网络上迅速突破一亿次播放量 彰显出奇惊人的魅力 自从去年一口气推出三部话题作品后 肖战似乎一下子清空了手头的代播剧 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周期 从徐克导演的金庸武侠剧作《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到郑小龙指导的全眸剧《藏海传》 再到目前正紧张拍摄中的 由孔生导演掌镜的首部电影得显紧致 每一部作品都备受期待 特别是德显紧致 作为郑武阳光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更是投入了高达4亿人民币 约18亿台币的资金 旨在讲述1943年一群无名英雄的抗争故事 肖战在其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带领着一众年轻人在战役中发光发热 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与勇气 然而在当前电影行业整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德显紧致能否顺利收回成本成为了一大挑战 据知情人士透露 考虑到影片庞大的战争场面以及后期宣发等费用 至少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票房才能实现盈亏平衡 尽管如此 制片方依然对肖战充满信心 相信凭借他的演技与人气 定能创造佳绩 事实上 近年来 凡事邀请肖战加盟的作品 几乎无一例外地配备了顶级团队和资源 这也使得他在创作过程中倍感责任重大 总是力求将每一个细节打磨至完美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次晚会期间 肖战还成为了众多明星追逐的对象 当他在台上申请演艺歌曲时 包括黄晓明 王力宏在内的多位知名艺人 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珍贵瞬间 而杜江等人更是抓住机会前来合影留念 并请求签名 足见其在圈内外的超高人气 演出结束后 肖战立刻返回北京继续投入到德显紧致的拍摄工作中 预计该片将于下个月杀青 此外 关于肖战主演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 最新消息显示 他已被安排于明年春节荡上映 这将是肖战首次以主演身份登陆大荧幕的重要时刻 外界普遍看好该片能够引发新一轮观影热潮 无论是对于演员本人还是整个影视圈来说 这无疑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迎评前 肖战总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吸引着无数目光 未来一段时间内 随着多部重量级作品陆续与观众见面 相信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还将带来更多惊喜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肖战的新闻资讯